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过了许久 许清安听见监政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便知他已返回 我完全没看到袁神回归啊 许清安忍不住好奇的问 监政方才去了何处 在雷州边境和茄罗树打了一架 监政抓起酒杯抿了一口 他没说输赢 也没说打架的动机 搁下酒杯 侧头看着盘坐的杜青罗汉 监政在雷州边境和茄罗树打了一架 是因为我还是别的事啊 许清安心里思寸之际 监政转过身来 审视他一眼 又看了看杜青罗汉 懂得另辟袭净 许清安知他指的是勤拿佛门顶尖高手 拔出封魔钉这件事 顺势说道 国师虽勤住了杜青罗汉 却难以命令他做事 因此我们带他回了京城 交由监政您来处置 监政手指伸入酒杯 沾了一滴酒水轻轻弹出 啪的一声 这滴酒水弹在了杜青罗汉眉心 许清安仿佛听见了震耳发聩的雷声 可想而知杜青罗汉是一番怎样的体验 长发垂在脸颊的老和尚浑身一颤 缓缓地睁开双眼 如梦初醒 他扫了一眼监政 骆玉衡许清安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见过监政 监政淡淡地说道 拔出封磨钉 我将你镇在观星楼第三年 三年齐一过 任你回西域 杜青罗汉陈寅片刻 贫僧还有一个条件 老和尚看向许清安 放了静心和静缘 贫僧替你拔出三根封磨钉 没有威逼利诱 也没有宁死不屈 看到监政的刹那 杜青罗汉便妥协了 而监政也做出适当的让步 使双方达成协议 三根 许清安强调 杜青罗汉和时垂眸淡淡说道 每一根封磨钉的解印口诀都不同 封磨钉是佛陀炼制的法器 贫僧掌握了三根解印口诀 佛子想尽数解开 须菩萨亲自出手 菩萨亲自出手 许清安忍不住想捏眉心 佛门四大菩萨 仙罗鼠 普贤 法迹 琉璃 每一位都是巅峰人物 每一位都缠我的身子 让他们解开封磨钉简直吃心妄想 到时候就是许阴罗打包把自己送出去 扶门欢呼鼓舞 等着拆快递包装 他无声的吐槽 封磨钉是许平峰收尾的布局之一 目的就是盯死神书盯死我 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就算没有收回契运 也要废了我 所以封磨钉难解 倒也在情理之中 随便抓个罗汉就能永绝后患 怎么配得上堂堂二品炼器式的布局呢 许清安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哪三根 许清安问道 都卖两根 百惠一根 杜青罗汉说道 百惠一学的封磨钉已经被神书拔出 还好只重叠了一根 这个结果还算符合预期 劳烦大师了 我会信守承诺 释放静心和静缘 许清安很有礼貌的双手合十 见交易达成 骆玉衡单手捏绝 召回铁剑 杜青罗汉瞳孔里 金色佛光一闪 气息节节攀升 威严浩瀚 许清安走到杜青罗汉身前 背对着他盘腿坐下 杜青罗汉停顿片刻 似有蓄力 许清安能感受到身后的气息 在大幅提升 这与之前神书断臂拔出风魔钉时的情况相同 杜青罗汉并指如简 隔空点向许清安后背的两根风魔钉 指尖弹射出金色闪电 连接在都脉的其中一根钉子 许清安后背一疼 像是被人捅了一箭 而这样的疼痛才刚开始 杜青罗汉枯瘦的右臂 肌肉豁然膨胀 手背青筋突起 随着他的发力拉拽 风魔钉一点点的突出 这导致了许清安的伤口军裂 导致剩余的七根风魔钉相互共鸣 共同抗拒 许清安闷哼了一声 双眼一阵阵的发黑 汗线疯狂分泌 脸庞已经疼痛而显得猙獰了 他的反应比上次要好很多 不是疼痛减缓了 而是元神恢复后 对痛苦的忍耐增强 但杜青罗汉的损耗 并不比神书的断臂要低 他枯瘦的身躯 已经膨胀成不输一味金刚的程度 一道道金色的微光在体表游走 指尖的金色闪电耀眼刺目 如同功率开到最大的电火花 另外 他后脑的光运不再柔和 绽放出喧和明亮的光 灼灼耀目 此时此刻 如果有人恰好看向观星楼方向 会看到楼顶一道宛如骄阳的光团 这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 终于 钉的两声脆响里 两枚风魔钉坠地 伴随着风魔钉的坠地 杜青罗汉的气息急剧衰弱 身躯缩水 恢复干枯瘦弱的形象 他闭上充满疲惫的双眼 漠然核实 封印都脉的风魔钉拔除后 丹田里的气急就如同可乐瓶里被疯狂摇晃过的气水 斜裹着冲垮一起的嚣张姿态 瞬间贯通都脉 喷波而出 许奇恩耳的一声腾声飞起 昂头望天 喉咙里爆发出佛门狮子吼 气急从他喉咙里 眼睛里 摆回血里 喷涌而出 直冲云霄 观星楼上空 层层白云 瞬间崩散 整座四天建的大楼微微震颤 犹如一场地震 三平五夫的威势恐怖如斯 京城里一道道目光望了过来 官府武者 江湖武夫 贵族可清 人宗高手等等 所有修士都注意到了观星楼的动静 来神殿 刚用过晚膳的永兴帝 听见一声宛如焦雷的狮吼 从远处爆开 声音传到皇宫里 已经有些失真 什么动静 永兴帝在殿内宦官的簇拥下 匆匆的奔出了安神殿 他在眼下远 跳四天建方向 只见夕阳如雪 观星楼的上空 一片白云都没有 而周围却有涟漪状的云层凝结 像是被某种力量 硬生生的从中心冲散 向四周 层叠堆积 或许是坚政修行有了顿悟 身边的年轻太监笑道 桌雷异象发生在其他地方 那是必须戒备和深究的 但发生在四天建 便只需看热闹就好 反正不可能有人能在四天建捣乱 永行帝脸色稍转轻松 微微汗手 正要回殿内休息 忽然皱眉一下 吩咐身边的太监 你去把当值的禁军统里喊来 作为远景帝的子嗣里 为数不多熬练过炼精镜的坚韧皇子 他现在是炼器镜的修为 虽因为受限于天府 以及勤于政武荒废了修为 但作为武者的他自身体系的契机 还是能分辨的 契机是武副独有的能量 虽说其他体系到了高品 也能强行炼器 但更多的是增加一种辅助性手段 恶请 禁军统领带着卫兵匆匆的赶来 陛下 永行帝站在眼下俯瞰台阶下的禁军统领 方才四天进的动静可是契机波动 正是契机波动 永行帝点点头似有所思地问道 动静不小 想来品级不会低吧 禁军统领眉头微皱没有回答 永行帝盯着他往前迈了一步沉声追问 朕在问你话呢 陛下 臣无法顾钻 刚才的契机波动庞大浩瀚 非四品武者能及 作为四品武者的禁军统领 有相当的底气和权威做出判断 非四品武者能及 永行帝眼神仿佛闪过某种犀利的光 他很好地隐藏住了吩咐道 即刻去四天见询问情况 是 打发走禁军统领 永行帝连忙扭头 没有掩藏内心的急迫和兴奋 催促道 速去守阴宫 请离安殿下来见证 太监愣了一下提醒 陛下是否要移建御书房 此时已过晚膳事件 按照宫中规矩 公主不该来皇帝的寝宫 永行帝和按手 让他速来御书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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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